福建又一片星辰正在快速的崛起 可以看到目前这边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东西 都是在这个慢慢的修建当中的 看往这个对面是条河 这个很多空地未来估计都是要建这个住宅楼 还有这一个商业写字楼 以及这一个商业综合体 这边还有一个学校好像还没有拆 这里面还有人在里面上课 这个还没有拆 这个估计得踏着这边新小学 进起来之后 这个旧小学才会拆掉 然后这个小学好像是必拆的 你看它这边 这是一条这个竹马路 修了这边停住了 然后这个小学对面这边 这边又是竹马路 刚好是在这边堆积的这里 从他们这个小学的操场这里穿过去了 看往这前面 它这边还有好多都没拆 这可能都是这个历史古名区 往这前面看看 这片也不知道又在建什么 看往这对面这边 整个高架这里 目前是开通了一半 还有一半 请的是这个国外的大师设计的 也号称是这一个东方的心理歌剧院 造型十分奇特 它是这一个茉莉花的样式 因为福州的四花就是这个茉莉花 整个这边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好 看看这四周 群山环绕 有江有水有山 我们环下四周看看整个这边的这个整体风暴 哇哈 不得不说 它这片城区未来发展起来之后 观看这个周边啊 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壮观和震撼 这一片未来也是这个希望之地啊 希望之城 也是整个福州未来的经济增长级之一啊 毕竟福州的那片老城区那里啊 已经很难在意有所什么发展了 因为不好拆 因为也不好这个拆了重建嘛 所以只能靠他们的这一个 所以福州这边主要就是靠他们这边新城的发展 福州这边这边叫山江口新城的模样啊 再等十年过来 哇这边估计就是高楼林立了 十年之后我们再过来这个看一看 然后跟这一边十年之前的一对比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福建的这一个新城发展是有多么的迅猛啊 到时候哇 现在提前在这边定居的人 可能这个十年之后啊 可能就是这个转了 但是这也不好说 但是不得不说啊 这一个就是这个三十一左右啊 福州的发展真的是让人惊叹不已啊 一个非常低调的省会之城啊 悄悄悄的 已经把他们一个新城啊 已经建起来这一个一小半了 再过十年再来看 估计又是一番 哇 国际化的大都市就在这边建成了 一个不险上不落水 但是在这个悄悄悄努力向前发展的大城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